奉原整修多年的祖山天梯 在县府积极规划下 今年度开始为由民间企业进驻经营 并于日前隆壮开园 也希望借此带动周边的发展 为了能够让这个空间 能够导入一些民间企业的营运 跟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作为 所以我们就委托 今年就委托这个研资权 国际企业公司来做一个经营 县府也跟这个研资权公司 也规划了四款的这个套票 最大最高的优惠 大概也有在八三折这样的一个优惠 在这边县府也希望游客 到这个祖山天梯游玩的时候 可以到我们祖山镇来参观 此次透过县远游号协助下的天梯 能够重新开园 可以说是地方观光发展新的里程碑 有远也希望透过县府 与民间企业的合作下 能为地方观光效益带来更大的提升 今天是祖山的观光发展 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那也希望说未来来讲 我们这个天梯的一个开放地心谷 那不仅是大家来这边可以锻炼体能 那同时大家来这边也可以看到我们 有这个西部泰鲁阁美称的 这个天梯的沿途的包括起岩峭壁 还有包括美丽风景 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过程 那能够让我们祖山的观光发展 还有包括我们山林溪的好茶 它也能够有更多人来这边购买 还有更多人来我们祖山参观 还带动我们祖山的整体观光效益 仙人员参梦额相当乐于待见天梯的重新开园 也欢迎民众能够前来欣赏体验 天梯园区的环境风貌 并购买当地好茶回去分享 天梯它最主要的就是说 它的空气 它的芬多筋 它的负离值 是最丰富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游客来到我们祖山晚的话 还可以到我们天梯一游 我们希望说借天梯的重新开幕 然后再次的带动我们地方的繁荣 来到这边的游客也不要忘了 我们附近呢有很多种茶的茶农 他们有种出非常好的山林溪茶 也希望大家要走的时候 不要忘了带起荆茶叶回去分享给大家 议长和尚峰对于天梯景点 能够重新开放 也抱持得相当高的期待 希望能带来更多人潮 藉由观光带动地方发展 所以在此也诚挚邀请民众 有时间都能够前来竹山走访天梯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